我的錶 我基本上我現在一個禮拜 有四天教課 所以我就是日一二四 我有教課 那基本上教課 那我的課呢 就是雖然是瑜伽 但是我就是也會放肌力跟伸展 放鬆 就是這些重點都有 等一下我會示範 所以基本上這三天我教課 你也要示範嘛 已經都是有在運動了 所以我教完課到禮拜二 我中間 要休息 對 我禮拜三 就會完全讓我自己休息 然後放鬆 可能就是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禮拜四再開始慢慢的 因為我禮拜四晚上是有一堂課 所以就變成早上 白天的時候 我就是會 只是做簡單和緩一點的伸展 就抱自己那種 蛤 不用要抱自己 想想風 想想住是不是 想想風 我需要 需要愛我 想想風 愛我自己 妳一定要愛妳自己 因為沒有人會愛妳 就呼吸啊 好 我愛愛妳 老師好敢講 老師 好批人 開玩笑 我晚上還要再多上幾趟 真的 跟她 然後妳也 也需要人家幫忙洗澡 好 我也可以報名嗎 不是 好 老師好 老師我會不會 這個月都看不到呢 對 老師突然變很忙 因為妳要約客 心裡在很開心 沒關係 老師 老師怎麼瘦了 對 看來不成功 好嗎 對 恆緩就是動作比較緩慢 比較不會流汗 因為其實就是 瑜伽也是會讓妳流汗 讓妳爆汗 對 那我那時候會開始 就是練習瑜伽 其實就是 兩位有的狀況我都有 都有 對 就是焦慮也沒有少 妳哪時候生過小孩 有生嗎 不是啦 我說焦慮 工作壓力 工作壓力 她是女主角 就是在這邊 負面新聞也沒有少 對不對 工作量也沒有少 壓力也沒有少 緊張也沒有少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一樣 工作多的時候 就是會緊張 緊張 工作少的時候 會煩惱 更緊張 更焦慮 然後我就覺得 要做一點新的嘗試 所以我接觸瑜伽之後 我就發現 瑜伽不是大家認為 就是凹來凹去 摺來摺去 因為我在練瑜伽裡面 我覺得我肌力也有練到 然後身體的線條也有感覺 然後你也是會流汗 對 所以我後來就越練越喜歡 然後喜歡了之後才去 就是報名 就是 培訓 然後就開始 去考試 對 考試 然後就教課這樣 哇 對 然後 對 所以我今天要示範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的課程裡面 基本上它不會 就我想要打破 一般人的傳統觀念 就覺得瑜伽就是凹跟摺 對 所以我的瑜伽裡面 它會帶到一點點 激勵的訓練 好耶 厲害 好 然後像剛才大家 兩位分享的是媽媽 那我這個就是 妹仔可以做的 有分 她說妳們是媽媽 她是妹仔 我們直接被畫一條線 好明顯的一條線 不是啦 櫻媽媽瑜伽 櫻妹妹瑜伽 不是 就是媽媽比較需要 做到一些動作 那對我來講 我可能有 對 那他們其實真的 久坐 久站 然後穿高跟鞋 什麼各方面的這樣 然後也缺乏運動 所以我一樣 我會從四足跪姿 都是墊子上的動作 然後就是 手指頭打開 肩膀同寬 腳打開 骨盆同寬 然後一樣 先保持好你的四足跪姿 臀部來到膝蓋的上方 然後我吸氣的時候 會把你的右腳往上抬 盡量抬 所以你要抬到你的這個 臀肌有緊緊的 有一個 有一個小饅頭跑出來 吐氣的時候彎曲膝蓋 肚子收很多 把你的膝蓋想著要吸進來 你的胸口的地方 它就會帶到你核心的力量 然後讓你的膝蓋靠近你的鼻尖或額頭 然後每一個動作一樣 吸氣的時候往上的時候 我會在這邊停三到五個呼吸 就是讓你去感覺那個肌肉 它在啟動 OK 平住之後彎曲 往前拱背 其實這就是宇文做那個 貓牛的進階版 喔 對喔 對不對 這樣嗎 然後他就排一點 他腿 對 我家腿 我家腿 我是媽媽 對 他就是腸腰 走心了 走心了 慘了 我的前輩走心了 我家腿 不好意思 對 然後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 依照女生來講 你的臀腿跟核心 明白 都會 然後他也會就是 做到我們脊椎的伸展 然後接下來就伸展 伸展呢 我會先做這個 我做這一腳 你只要把單腳往後再 踩直腳趾頭踩在地板上 因為我剛剛說很多女生 有一些是站得很久 有一些是穿高跟鞋 所以我會先伸展小腿後側 就是往後伸直腳趾頭踩地之後 吐氣把你的腳跟往下壓 腿拉提 對 這一定很舒服 這很過癮 對 他就是會完全拉到你的小腿後側 所以他可以預防 我們如果站得比較久 你會 甚至有些人晚上睡覺容易 對 對 所以你做這個伸展 他就是在小腿的部分 他就可以促進我們小腿的血液循環 跟小水腿 有一些穿一整天高跟鞋 有沒有 做這個伸展好舒服 好舒服 對 所以就是這個伸展 也是一樣兩邊都做 然後所以伸展完小腿之後 我要伸展的是 大腿跟臀部 所以呢就把這一腳收回來 好換腳做 橫放 把你的腳橫放 那個臀部的筋也會拉 對 他就是要拉你的臀跟腿 然後橫放之後 後面的這一腳往後退 如果你退下來 像我們如果往後退 可以坐下來 可以坐嗎 就是骨盆是這樣 但是有些人坐不下去 他掛很開 對 有些人坐不下去的話 你的瑜伽磚墊在這個 臀的下方 把你墊高 因為你的骨盆要是正的 所以有些人是因為這樣懸空 所以我覺得我坐下去 可是我晚一點 對 所以你是要調正 正的坐下去 對 正的坐下去 所以當你有空隙的時候 沒有關係 就有些人可能臀腿還比較緊 所以你就做一個磚塊在這邊 那這個動作呢 你可以手推地 上半身拉起來 它會練到一點點一樣 臀跟你的腰背的力量 那如果你是要伸展的話 是往前趴 往前趴 一定很舒服 對 它就是整個 臀腿外側 然後你往前趴的同時 這個動作真的就是 除了你是久坐 久站之外 你如果是運動員 你跑步 跑很多 重訓練很多 久醉呢 久醉 久醉不行 久坐 久站 我是久醉 久醉比較適合睡 久醉就躺平就好了 久醉適合大休息 大休息 對 所以它剛才那個動作就是 真的就是 你運動過量 或者是你都沒運動過量 跑步 騎腳踏車都可以 都需要 你給人家那個推拿 按那個臀部 有一個最低的 它是穴道 那個會伸展到 然後很多人它會有什麼 坐骨神經頭 然後什麼離狀肌症後肌 都是做這個動作 明白 就可以讓它比較舒緩 然後跟伸展 放鬆 對 然後最後要放鬆 放鬆很重要 一樣大家的就是上班 或者是一天工作比較累 那你所有的壓力也緊張 你一定疲勞都是累積在肩頸 然後再來你 一樣是照剛才的四足跪姿 然後把你的右手 橫橫穿過來放在你的胸口的下方 所以整個 然後你的右邊後腦勺也貼在地板上 所以你的頭貼好之後 有兩個選擇 你的左手壓在你的臉旁邊 把你的左肩往天花板翻開 所以你就會扭轉到你的腰 好扭喔 肩膀 這是一個 然後你可以加伸的話 或者是你想要伸展的是肩關節 你就把手往上走 然後你的頭可以就是 翻向天花板的位置 所以它就會做到 你的頸椎扭轉 腋下也會打開 這手很適合來一點 都打開了 很適合來一點印度的音樂 對啊 你沒想到那個很像 異形大法師 對 對像異形大法師的動作 可是這個動作 我個人很喜歡很舒服 因為有時候 甚至是你落枕做這個動作 都會可以幫忙緩解 因為它你落枕有時候 我們落枕的時候 會從你的肩膀這一條筋 一直往下到剪牙骨 對 都很緊會卡住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伸展的同時加上扭轉 所以你等它放鬆腰 然後上背到你的肩膀脖子都有 要等多久 其實大概停5到10個呼吸就可以了 對 大概5到10個呼吸 老師 您做這個做完 你不會想要去買一個新的枕頭嗎 我要買新的枕頭 不是 是落枕了之後 要做這個來修復 落枕有時候不見得是枕頭 有時候是我們睡覺 別生落枕它才有生意做 對 懂了 懂了 有時候是你 明白 對 所以不能完全怪枕頭 對啊 好瞭解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感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小燥 為此 発能讓開 會後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